伊典昊说,古坛金以前在介绍兰雾战役时,提到在战役的关键时刻,国民党46军的军长韩恋成丢下46军,自己临阵出走。 由于46军群龙无首,失去了指挥,部队立即陷入一片混乱,造成国民党第二绥建区中将副司令长官李先舟指挥失控。 拖住了73军主力,使人民解放军,赢得了包围全监二大主力军的机会,促成了来无战役的胜利。 国民党第二绥建区中将副司令长官李先舟,所率七个师六万余人全部被监。 李先舟也成为了解放军的俘虏,被解放军俘虏的李先舟。 那么,在来无大战的关键时刻,韩恋成到底去了哪里呢? 这成了人们心中的一个谜团。 就连被俘的李先舟,也对这个问题长期迷惑不解。 1960年11月,李先舟获特赦释放。 一次,他从济南老家到来无重游。 中共来无县委书记周兴礼,陪同李先舟参观后泛周雪野水库。 谈到来无战役的往事后,李先舟说, 我对四十六军军长韩恋成,只身突围一事曾长期存疑。 我率六万大军,都杀不出一条路。 韩恋成如何只身突出重围呢? 李先舟说,还是周恩来总理给他解开了这个谜。 原来,1973年,李先舟获特赦后,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李先舟是黄浦军校第一期学生,对周恩来执帝子里。 临别时,周恩来问李先舟有什么要求。 李先舟就提出了他存疑二十多年的上述问题。 他得到了一个含蓄的答复。 韩恋成同志就在北京。 你们可以相见。 李先舟虽然没有去见韩恋成。 不过他的二十多年的存疑,已经得到了解答。 原来,韩恋成离开李先舟后。 他就被中共地下党员,转移到来承西关一家地下党联络的商店里。 在商店的地下室里躲了起来。 来吴战役结束后,韩恋成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毅和素玉。 在同华也首长共同生活的一段时间里,他萌生了再入虎学的想法。 经过中央批准后,4月16日,韩恋成带共产党得力干部张宝祥,经青岛去上海。 然后到达南京。 第二天面见蒋介石。 把自己早已编好的故事,向蒋介石表述了一番。 什么孤身突围啊? 什么半成乞丐啊? 蒋介石听后不但不怀疑他。 而且对他格外热情。 赞扬他是孤胆英雄。 在南京,韩恋成担任了第八绥靖区副司令, 兼46军军长,因国民党经费紧张46军卫祖建成, 后担任高阶室从参谋。 对他从来无战场孤身突围这件事。 很多人持怀疑态度。 如果不是他的沉住冷静应对, 很可能就出事了。 他也越发感觉待在南京的危险。 1949年初, 韩恋成担任甘肃省保安司令。 南京国民政府的拘捕令, 随后就到了省政府主席张志忠的手里。 原来, 在来无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188师师长, 白虫喜得的外甥海靖强在获释后, 向蒋介石报告说, 韩恋成是共军间谍。 蒋介石就下令张志忠抓韩恋成, 却不知道张志忠也是共产党同行者。 张志忠秘密送给韩恋成一张机票, 让韩恋成先去香港, 随后转到东北, 到达解放区。 建国后, 韩恋成立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军区副参谋长、南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及甘肃省副省长等职, 并于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他还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5年, 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韩恋成, 在授军衔的时候, 周恩来总理曾在授衔前征求过韩恋成的意见, 根据他的坎坷经历和条件, 贡献, 如果按起义的国民党军长对待, 可以考虑授予上将军衔, 但如按他的入党时间和当时的职务, 将被授予中将军衔。 韩恋成明确表态, 和平建国, 我就该功成身退了, 还争什么上将、中将? 何况, 你是最了解我的人, 我是什么喜意将领? 再说, 我干革命, 本来就不是围住功名利禄。 韩恋成坚持按自己入党时的职务, 级别, 接受中将军衔, 不仅没有接受对起义将领的授贤待遇, 对发给他的按起义将领对待的奖金, 连看都没看就一次性的交了党费。 1984年2月27日, 韩恋成在北京逝世, 周年76岁, 韩恋成被蒋经国称为是隐藏在老总统身边时间最长, 最危险的共谍。 周恩来说, 他是没有办理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 朱德称赞他为党, 为革命立了大功, 立了其功。 毛泽东更是说, 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 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 不仅指挥解放军, 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啊。 韩恋成的传奇故事人们津津乐道, 成为文艺创作的题材, 先后多次被搬上迎平。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上海电影制片场拍摄的故事片《将军从战场归来》, 就是根据韩恋成的这段故事改编的。 2010年, 国内上演了一部电视别战剧《隐形将军》, 讲述了主人公连成, 从一名穷苦人, 成长为地下共产党人, 并潜伏在国民党内部。 为中国的解放事业, 奉献一生的传奇故事。 剧中主人公连成的原型, 就是韩恋成。 该剧改编自韩经同名小说《隐形将军》, 而韩经是韩恋成的儿子。 参考资料, 解密, 开国中将隐形将军韩恋成的真实人生, 2013年1月6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夏继成, 共客韩恋成怎样送掉46军。 原开于香港春秋杂志, 总第252期。 作者黄旭出, 其鲁晚报新兴历史记者康鹏, 下载新兴历史客户端。 关注本一典号说谷谈金, 就能查阅以前的文章, 并能第一时间看到更新。